我們剛剛這樣大家玩過的時候呢 記得喔 你看右上角這裡有沒有一個停止的 你如果不要玩了 要是按一下停止 不然你會發現 欸我的程式動的 有改變的它沒有效果 為什麼 因為你還沒有停止執行 好就是你停止執行 比如說欸我剛剛這個 閃0.5秒太慢了 我想要0.2秒 你改完了之後要重新執行一次 有沒有這樣閃比較快一點 有齁 那除了用這種方式玩以外 其實呢 我們還有一個方式可以跟它做互動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方法是 直接play就直接亮了 可是如果你想要跟它有互動的 我們就要用上面這個燒杯囉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燒杯叫網頁互動區 因為要做實驗嘛 所以用燒杯齁 所以點一下 欸這個地方 那我們先來開關燈吧 有看到的喔 這裡 點擊燈泡 有沒有一顆燈泡就出來了 所以待會我呢 我希望 點了這個燈泡之後 我的燈再來亮 不要這樣馬上就亮 所以 來 你把這個打開之後 現在這個我就丟掉 丟掉 我來這邊找 那你會發現喔 我們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叫網頁互動區 好 這個這一塊部分的積木 就是控制誰 控制這一塊的 跟真正的硬體是沒關係的 這樣了解嗎 也就是我們真正控制硬體的 是上面這個部分 然後呢 控制網頁的是 右手邊這個部分 叫做網頁互動的積木 所以我把這裡打開 有沒有很多種 點擊燈泡 也就是當我燈泡按下去的時候 我希望做一件事情 我的LED燈打開 哇 啊打開了之後就怎樣 有沒有亮 有亮嗎 這裡有亮嗎 對不對 可是這按會不會關 不會關 因為你是按了就叫它亮而已啊 你沒有叫它按了再關啊 怎麼辦呢 所以它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這個 對了 積木不要的話 有兩種方式 有三種方法 一個 請問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有看到垃圾桶嗎 你可以大好遠把它搬到這裡來丟掉 好 如果你比較傾鬧的 你可以這樣丟過來 這裡可以丟掉 第二種方法 找近一點的 往這邊丟 有沒有 往左邊丟也可以 第三種方法 是我這場做的 按滴滴殼就好 鍵盤上滴滴殼比較快 好 所以這三種都可以 另外還有一種嗎 按右鍵也有吧 按右鍵也有 好 那我現在介紹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 不要這樣子 它其實有一個 叫做 燈泡裡面 也會叫狀態切換 你們家裡面有沒有一種 開關是 按一下就打開 按一下就關掉的 有吧 嘿 就是這種概念 切換的 但是我這樣切換是只有切換哪裡 右手邊 所以我的LED燈 要不要也要做一個狀態切換 對不對 控制網頁 控制真的燈 就要兩個字幕 就要兩個字幕 所以我可以按play一下 按下去 開了按下去 有沒有關起來 如果你要控制我這一顆 你應該知道 這樣 但是我要透過Wi-Fi 透過Wi-Fi 所以呢 記得我程式有改要停止 再play一下 按下去 亮 這樣 這樣就看到了 按下去 按下去 有壓到了嗎 等一下 剛剛那個電源被我壓到了 OK 等一下再試給各位看 這個等一下再試 就是 基本上是像這樣子 你點了 這邊 這個就會亮 OK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你囉 好 剛剛的同學已經 把我的這一台抄得很兇了 那我們來看 就是說 你剛剛這樣做 好像就OK了 但是呢其實一般我們在寫成 最好再加一個什麼 再加一個東西 會比較好一點 什麼意思呢 因為你看一下這裡 我們現在這裡 是不是直接點燈泡 就狀態切換 但是你看一下喔 我現在這顆燈 請問我現在這個燈是什麼狀態 是不是在亮的 對不對 你如果說像我們剛剛用 剛剛第一種層次的寫法 欸 我就是直接 點燈 按一下就亮燈 有的人會這樣子喔 我先故意做一個顛倒的 你看我一開始 先讓它是on 這裡 我play一下 你可以看到喔 現在這裡是不是亮的 可是這個燈有沒有亮 沒有亮喔 結果現在按下去 有沒有顛倒了 變成是 這個燈亮起來 這個燈是又關掉了 所以一般我們在寫成是 通常會有一個叫 初始化的動作 也就是說為了避免 兩個不同步嘛 對不對我真的 燈跟我那個燈泡的燈 就網頁上的燈不一樣 為了避免這種情形 我們通常會做初始化 就是在最前面這邊 我告訴他 LED燈到 在我怎麼樣 在我一開始 執行這個程式的時候 我必須要把它關掉 那不只這裡關掉 我的燈泡這裡 是比較是關的 這樣是比較保險 確認我開始執行這個程式的時候 一定都是關燈 關的時候這樣我就沒問題 兩個都是關燈 所以我點了 有沒有這樣就正常了 這樣了解齁 所以我們常常其實都會有這種 這種初始化的動作 這是跟大家稍微補充一下 那 你有沒有看到上面有一個這個 條碼 你應該知道哪裡 拿什麼東西出來的吧 拿眼睛沒有用 要拿一支出來 你掃描一下 你就可以控制了 你可以看看你手機上會出現什麼畫面 蛤 你只喜歡在電腦上控制嗎 手機上有一個控制啊 你只要一掃描之後 你就會看到我上面的那個燈泡 按一下真的會亮啊 有沒有 蛤 這樣不行嗎 還是你一定要坐在電腦前面才可以做操作 不用嗎 這樣不叫物聯網嗎 蛤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用網頁就是有這種好處 因為它就透過Wi-Fi 這個裝置變成好像是 我們一台電腦放在網路上 欸沒有冷暗啊 有有有有 有冷暗啊 有沒有 你用你的手機 這裡就看得到 不用排頭嗎 我已經把它對到這裡來了 只是我不知道是誰按的而已 蛤 這樣了解了 所以其實如果說我們要拿遍那個 手機的搖晃啊 翻轉啊 三軸的 是這樣也可以 我往左邊翻 開 往右邊翻 關 這樣也是OK 好的 又有開始在亂了齁 沒有關係 反正 這樣你就知道 雖然我們玩的是模擬器 可是能不能跟這個實體的結合在一起 真的是可以的齁 所以這樣大家在用應該就比較有Fu一點 OK 好 這個我們就關掉了 OK 好